西蒙在喜莱登政变时曾经谴责叛徒青蛙引发政治动荡 如今团结政府已拨款利用六名国盟议员宣布支持首相安华 而这些议员却能保住国会议席 这表明了执政党已经失去道德制高点 必将对国家体制改革带来严重影响 并违背了曾经对选民做出的承诺 与此同时 安华和慕尤丁就联邦宪法中关于反跳槽法令的解释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首相安华敦促前首相慕尤丁仔细阅读联邦宪法中 反跳槽法令的阐述后 慕尤丁强调宪法第49A条文的明确规定 认为任何应被开除或中止党籍而失去席位的议员 应当立即悬空其国会席位 他今日在脸书贴文 反击安华对宪法理解的质疑 慕尤丁解释 根据土团党的党章 如果议员不服从书面指示 党将有权立即终止其党籍 他进一步指出 若这六名便捷的国会议员撤回对首相的支持 并在规定期限内返回轨道 那么他们依然是党员及国会议员 慕尤丁说 问题是 他们故意不遵守党的指示 继续支持敌对党 土团党唯有根据党章第10.4条文的规定 及时终止他们的党籍 并且按照联邦宪法第49A条文 悬空他们的国席 另外 竞选盟也对国会下议院议长 丹哈李阿卫悬空六名国盟议员的决定 表示强烈批评 认为这可能导致未来的政治动荡 竞选盟在文告中引用了联邦宪法第49A 一条文和首相署法律事务组的资讯图表 即概述了若议员若不遵守政党决定 必须腾出议席 土团党也在党章中修正了上述条文 竞选盟认为 反跳槽法令在首次提成国会时 已得到了国会三分之二的支持 然而 议长的决定将再次造成法律漏洞 虚弱公众对宪法和法治原则的神圣性的信心 也会加剧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分歧 阻碍政治改革和跨党派合作的进展 竞选盟呼吁议长尊重各政党的党章 并在执行反跳槽法令时 确保公正和透明 六名糟土团党开除党籍的国会议员坚称 他们没有违反联邦宪法第49A三条文 纳敏议员拿督苏海里代表六人 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他们支持由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并未跳槽或试图推翻政府 因此并不符合联邦宪法第49A三条文的 适用条件 他批评慕尤丁在昨日的记者会上的发言 已经扭曲了议长佐哈里的原意 他指出 佐哈里当时的言论 是在讨论反跳槽法案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 而不是指责他们违反宪法 苏海里强调 根据土团党的党章修改 他们仍然是国会议员 尽管被开除党籍 苏海里指出 土团党修改党章 并不能改变他们在国会内的身份和责任 他解释称 他们之所以支持团结政府 是因为土团党未能提供足够的选区拨款 来服务选民 苏海里表示 他们六人目前在国会下议院内 依然坐在反对党阵营的座位 但若议长安排他们换座位 他们会遵从议长的决定 一名女网红 因揭发美容公司的不法行为后 遭受网络霸凌 不幸在前往警局报案的第二天 被发现自杀身亡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家元首 苏丹伊布拉辛的高度关注 通讯部也承诺采取措施 应对网络霸凌问题 以确保社交媒体成为一个安全使用的平台 通讯部长法米在国会大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昨日到国家王宫 觐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陛下对社交媒体上的网络霸凌现象表示忧虑 陛下强调 不应将社交媒体用作争吵或羞辱他人的平台 这些行为只会加剧社会分裂和冲突 法米指出 为了解决网络霸凌问题 他将在本周五的内阁会议上建议制定新的法令 或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 法米提到 该名女网红曾向MCMC和警方投诉过多次 而八次投报是针对不同的人 因此 通讯委员会MCMC将会增强与警方之间的协调 特别是处理网络霸凌投诉的行政事务 此外 通讯部计划在明年八月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安全使用网络运动 旨在提升学校和社区对互联网负面影响的意识 并加强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行动党双西古越州议员莎莎敦促由伊斯兰党领导的吉达州政府遵守亚罗氏打高庭的裁决 停止寻求上诉 并正式承认不更新赌博许可证为违宪的事实 莎莎在一份发给媒体的文告中指出 亚罗氏打高庭的裁决明确指出 吉达州政府之前实施的赌博禁令不仅违宪 还导致依赖合法赌博行业的家庭失去工作 面临经济困境 他进一步强调 由政府监管的合法赌博行业每年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贡献 这些税收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并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 例如2022年 赌博税平均每月为政府贡献约八千万令吉 云顶集团和马来西亚云顶的赌场和综合度假村 在同年的首九个月内 为国家贡献了高达十一亿八千万令吉的公司税 莎莎议员还补充道 向万能和多多等博彩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总额 达四千九百九十九万令吉 显示了赌博行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贡献 他呼吁吉达州政府 尊重各民族在州内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而不是采取单一行动 对合法经营的赌博行业施加违宪的禁令 这不仅伤害了企业的经营 也限制了公民的自由选择 吉达州务大沙努西 对亚罗士打高庭裁决吉达州政府禁赌 令违宪感到伤心 但他声称已履行了对上仓的使命 根据Hurian Metro的报道 沙努西在主持完吉达州行政议会后 在记者会上表达了他的立场 他说 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职责 立场与上仓的命令保持一致 任何涉及此事的人都要向上仓交代 他们或许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逃避责任 但在末日审判时将无法逃脱 沙努西指出 吉达州政府已于7月4日向法庭提出上诉 并申请暂缓令 以等待上诉庭的裁决 他确认 州政府将继续采取司法程序 包括将案件带上联邦法院 以维持吉达州的禁赌决定 到目前为止 吉达低禁赌政策依然有效 直至出现新的决定 吉达州政府继续采取理 决定 二十三 吉达州政府